有些人是有些人的 负责人的负责人 另外我刚刚也在讲 这一次的现代令 产生了防贷的一个防贷之乱 防贷之乱事实上呢 是当然很多述调出来 很多述调 但是你要想想看 那些述调其中 我认为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那种 投资客跟草房客的complain 是不是 所以这一次银行的现代令 我觉得银行的现代令 因为我是受到72条之后的限制 所以我就停止收件 我停止收件了以后 我就说我这已经满了 有很多就shift到另外一 没有满的地方 没有满的地方 它临时接了很多 所以它的审核就会慢下来 因为以前它的审核的capacity不足 所以才会有就是说是审核时间拉长 然后它的一个放款的速度 排队要放款 甚至它乙架质量 对不对 它提高 那这个呢 我总觉得如果说它的乙架质量是针对那些投资客 针对那些的草房客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啊 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也是给我们那些投资客跟投机客呢 一个乙架质量就是说不是说你要带多少就很容易就带多少 让它有一个警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让它让社会呢会觉得就是说确实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它裹荡下来 必须要让它裹荡下来 所以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 至于就是说你的 你刚刚是说说存款准备率 就是刚刚讲到存款准备率 就是说现在就已经那个刚刚我还是在强调 就是说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存款准备率如果是调升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认为也不会是影响到首货 所以呢我们在那边都强调的说首货族啦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都庚啦 围牢啦 社宅啦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我们的企业過建 它的自用的产办 需要资金的这些呢 事实上呢 银行有足够的资金 只要他把这个那些 那个草丸客 草作的资源呢 把它挪到这边来 我觉得是足足有力的 所以存款准备率 只是说要让银行 要能够就是说它的一个待放能够更严谨 基本上我们不会就我们不认为说 它会加重这种现代力的一个现象